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类型转换的二进制原理 大家知道计算机的最底层都是二进制 所以类型转换实际上也就是二进制之间的转换 我们在这需要了解一下类型转换中的二进制原理 我们在这输入类型转换的二进制原理 我们在这单击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创建了这样一个项目 我们选中原文件添加一个新建项 我们在这输入print for打印的范文 我们在这添加值 我们将cpp重命名为.c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候 inclue的stdio.h 然后我们接下来输入voin的ma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 我们在这需要了解一下 20%d和20%u对应什么 也就是有符号十进制整数的输出 那么大家想想百分号u呢 也就是无符号十进制整数的输出 它们分别对应什么呢 有符号的整数对应的也就是int 那么大家想想无符号呢 无符号对应的也就是ansin int 我们在这个场合接着inclue的一个极限文件 也就是limits.h 我们在这注明一下极限的头文件 在最下方我们输入get了 让它等待一下 我们现在就打印出int类型的极限 打印出ansin int类型的极限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输入printful 我们在这输入百分号d 逗号百分号d 我们在这输入intermax 然后我们接着输入intermin 大家知道它们分别代表什么吗 我们在这转到它的定义 大家在这可以看到 它们分别意味着也就是inter类型的极大值 和inter类型的极小值 我们回到这里 也就是说inter类型的极大值 与inter类型的极小值 我们在这个时候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inter类型的极大值 inter类型的极小值 我们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们如果输出2147483648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接下来我们再打印 ansin int类型的极大值和极小值 然后我们在这输入printfile 我们在这输入百分号u 逗号百分号u 然后我们在这输入uintermax 也就是无符号的最大值 在这呢 就是无符号的最小值 在这我们插入一个斜杠N 我们在这个时候运行起来 大家在这可以看到 上方呢 也就是inter类型的极大值和极小值 下方呢 就是ansin int类型的极大值和极小值 我们来考虑一个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在这输入4294967290 按照百分号d来打印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百分号d 然后我们在这输入4294967290 然后我们在这输入一个分号 现在我们在这插入一个斜杠N 我们在这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他为什么打印出了-6 没有打印出一个正确的结果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429490超过了inter类型的极限 所以输出了意外的数据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件事情 任何事情都是有一定极限的 就像你背的一个包 你的极限是200公斤 假定你的力气非常大的话 如果让你背350公斤 那么就会把你压死 所以我们在打印数据的时候 千万要记住 一定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如果越过了极限 就输出意外的数据 我们在这注明一下 使用数据 一定要在极限范围之内 我们在这个时候 接着输入printful 我们在这输入2% 假如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输入一个更大的数 我们在这输入429496 7 2 99 大家想想他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超过了安散 英特类型的极限呢 所以大家想他能不能打印出正确的数值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拭目以待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打印出了意料之外的数值呢 这是为什么呢 越过了数据的极限 就显示出了错误的数值 所以我们在这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使用数据的时候 一定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极限的范围之内 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看 我们如果要打印出429496 7290 我们怎么做呢 实际上很简单 他是不是仍然在 无符号 int类型的范围之内呢 所以我们在这只要把2% 改成2% 429496 7290 还是可以正常的输出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按照 d来输出 429496 7290 显示出了负6 如果我们按照 u来输出 这个时候 429496 7290 恰好在这个 无符号整数的范围之内 所以显示出了正确的数据 同样的 在这个时候 如果429496 7299 大家可以看到 他打印出了3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不是超出了他的范围呢 所以超出了范围之内 他的数据就会不正确 同样的 我们在这个时候输入print for 我们在这输入写杠N 如果我们在这输入2% 如果我们打印出负1呢 大家可以看到 也打印出了和负1 大箱禁停的数据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首先要了解一个最根本的原理 也就是说 使用任何数据必须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极限的范围之内 越过了极限的范围 数据就会不正确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们inter A等于2147483648 我们在这如果按照这个时候打印他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显示出了一个负值 但是呢 如果按照2% 来打印就能打印出正确的数值 这个时候呢 他的原理是跟他一样 就像在这个时候 4294967290 在无符号inter类型的范围之内 但是呢 不在inter类型的范围之内 所以无符号打印正确 有符号就打印失败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了解了 百分号D和百分号U起到了作用呢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来了解一下 补码的原理 我们在这添加一个新建项 我们选中C++文件 我们在这输入补码的原理 我们在这个时候 include stdio.h 然后我们输入voin的ma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 在刚才我们了解了 我们使用数据一定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极限范围之内 超过了极限的范围 数据是不是就会不正确呢 但是他为什么不正确呢 我们在这来了解一下 超过了极限以后 数据为什么不正确的类存原理 我们在这个时候将代码保存一下 我们将cpp重名为.c 我们要确保是纯粹的c代码 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首先我们在这 inter x等于-1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print for 我们在这按照百分号d 逗号百分号u来打印 我们在这输出x x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 我们将这个man函数命名为man1 然后在最下方我们插入get的钱 让它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按照百分号d来打印 也就是-1 如果按照百分号u来打印 也就是4294967295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插入一个断点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候打印出x的地址 我们在这输入百分号x 然后我们在这打印出x的地址 这里呢就是按照16进制 打印出x的地址 然后我们在这插入一个斜杠n 现在呢我们就在这运行起来 我们在这跳到这个类存地址 c7f184 我们在调试窗口里面 打开类存 我们输入c7f184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知道 inter类型是不是四个字节呢 所以我们在这选择四字节整数 我们在这按照16进制来查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类存里面的八个f 大家想类存里面八个f对应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要知道 一个16进制的f是不是对应四个1呢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按照带符号来显示 大家可以看到显示出了-1 如果我们按照无符号来显示 显示出了4294967295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注明一下 有符号 大家想想 第一个是不是会当作符号位呢 0为正数 1呢 就是负数 所以1既然是负数 我是不是把它按照补码来解析呢 这个时候 我们如何求它的反码呢 是不是我们用这个数来减1呢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 第一个符号位不变 0变成1 1变成0 这个呢 也就是负1的补码 这个呢 也就是负1的反码 这个呢 也就是负1的圆码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按照带符号来显示 我们在这按照百分号d来解析 按照百分号d 就是带符号 第一个为1 也就是负数 按照负数补码来解析 就是负1 对不对 同样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看 如果是无符号呢 无符号就没有符号位 全部当作数据 我们在这停止调试 也就是说 第一种方式 百分号d 我们就是按照有符号来解析 那我们大家想想 百分号u呢 百分号u 我们把它当作无符号 无符号就没有符号位 全部当作数据 print of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不管原来的数据 是什么类型 我统一按照 我自己的方式来解析 指定百分号d 就是百分号d 指定百分号u 就是百分号u 所以大家在这可以看到 同样的一个负1 我们可以让它显示出负1 一个让它显示出 4294967295 在这我们在类存里面查看一下 C1FB54 大家在这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按照16禁止来查看 就是8个f 对不对 如果按照代符号来显示 就是负1 我们按照不代符号来显示 就是4294967295 也就是说同样的数据 我们按照不同的方式 就可以解析出不同的结果 所以呢 在这个场合 大家可以看到 负1就会显示出这个结果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 如果int y等于4294967295 我们接着把它打印出来 我们在这输入printful 我们在这输入斜杠N 百分号d 逗号 百分号u 我们在这输出y的值 然后我们输入分号 现在呢 我们就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4294967295 也打印出了负1和4294967295 为什么呢 在这我们可以看到 一开始负1在百分号d的范围之内 所以它显示出正确的结果 负1 但是它不在百分号u的范围之内 因为百分号u是没有负数呢 如果我们把它按照百分号u来解析 就解析出了4294967295 这是刚才这个原理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 int y等于4294967295 我们按照百分号d来打印 大家可以看到 打印出了负1 如蛮照百分号u来打印 大家可以看到 打印出了4294967295 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在这注明一下 数据越界 也就是超过了极限 不管三期21 就把二进制值复值过来 大家想想 4294967295 它的二进制是多少呢 我们在这可以看到 把它转换至二进制 就是32个1 对不对 同样和上面一样 我们按照百分号u来解析 无符号是不是就能解析出 4294967295 有符号呢 是不是就按照这样的方式 用补码得到它的原码 知道它就是负1呢 所以大家在这要认真理会这样一个原理 为什么在这会打印出错误的数据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时候把它注视掉 我们在这定一个ansend int x 等于负1 然后我们在这接着ansend int x 等于 4294967295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来做一个对比 -1在int范围之内 而在这个时候呢 4294967295 不在int范围之内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 也就是说 -1不在安散int类型范围之内 4294967295呢 它在安散的int类型的范围之内 我们在这个时候用一样的方法 把x打印出来 我们这输错了 应该是y 我们在这个时候 也一样的方法把y打印出来 大家想想会得到什么样的数据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1 我们在进行负值的时候 因为数据越界超过这个极限 计算机在负值的时候 也就不管3721 直接把二进制的数据负值过来 所以呢 -1也就负值了32个1 那么这个时候y也是 y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本质上也就是负值 二进制的数据 数据负值 本质上就是负值 二进制的数据 也就是说极限范围之内 保证正确 极限范围之外 不保证正确 我们在这个时候注明一下 它是不管3721 把32个1按照有负化来解析 所以它的结果应该是 -1 4294967295 而这个时候 y的值呢 也就是同样32个1 如果按照版本D来打印 就是负1 如果按照版本U来打印 也就是4294967295 在这我们来运行起来 我们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在这都知道 负1在类存里面二进制 是不是32个1呢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用补码来表示32个1 同样的 如果我们要表示数据 我们把第一个当作符号位 我们这个时候 剩下当作数据位 是不是表示出负1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把所有的32个1 都当作数据位 是不是能表示出 4294967295呢 我们在这注明一下 32个1 第一个是符号位 后面31个是数据位 而在这个时候呢 32个都是数据位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了解一下 这里的32个1 我们在数据复值的时候 是不是也就是把32个1 复值过来呢 我们既然把32个1 复值过来以后 按照2%来解析 也就是说 是不是就是负1 按照2%来解析 就是4294967295 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 printful的本质 就是不管原来数据什么类型 我统一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解析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负1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负1 4294967295 接下来我们将这个闷函数命名为闷2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将这个闷函数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int类型的最大值是2147483647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定义一个这样的变量 我们int a等于2147483648 也就是正好超出它一位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时候输入printful 我们在这输入 百分号d 逗号 百分号u 我们分别输出这个数值 a 大家想想会打印出多少呢 在前方我们插入一个斜杠恩换行 我们在这可以看到 如果按照百分二u就打印出正确的结果 如果按照百分二d就输出了一个错误的结果 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注明一下 计算机本质就是二进质的负值 极限范围内是正确的 极限范围外就不保证结果正确 所以呢 我们在这要了解一下 2147483648 不在int范围内 所以输出不正确 在ansend的范围之内 所以显示正确 而且呢 大家要知道 2147483648 为什么打印出了负的2147483648呢 实际上它也是补码的原因 希望大家认真理解 在这大家要记住 也就是说 如果你面试嵌入式开发 我们在这注明一下 面试嵌入式开发 必须掌握补码原理 而且知道为什么错误 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理 也就是说 计算机的本质就二进质负值 极限范围之类是正确的 极限范围之类就不保证这个结果正确 我们在这还要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 还要知道为什么不正确 会用补码 原码进行分析 如果是非嵌入式开发 就不需要了解补码原理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 打印出负的2147483648 也是补码的理由 我们在这来查看一下计算器 我们在这输入2147483648 我们把它转换成二进质 大家在这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它是1000000 也就是一个一正好对应 31个零 按照代符号解析 第一个为符号位 这个呢就是 补码的约定 这个数为负的2147483648 如果把它们全部当做数据位呢 按照没有符号解析 全部都是数据位 也就是正确的结果 2147483648 大家在这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将这个闷函数 命名为闷1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 再看看类型转换的二进质原理 我们在这选中原文件 添加一个新件下 我们选中一个C++文件 我们在这输入 二进质原理 数据类型转换 首先我们来讲解一下 溢出 我们在这将CPP 重名为.c 首先我们在这 英克路的stdio.h 然后接下来 我们输入Voin的ma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 大括号 在这个时候 我们定一个short类型的变量 shortX 我们让它等于255 然后我们在这定一个恰类型的变量 CH 我们让它等于X 我们在这个时候print for 我们在这输出 百分号D 然后我们打印CH 大家想想这个sh是多少呢 我们应该把它转换成无符号类型 我们在这输入unstand 也就是我们定一个无符号的字符类型 接受X的值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大家想想这个结果是多少 最下方我们输入get.ch 让它等待一下 现在我们就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它打印出了255 它的类存原理是怎么回事呢 也就是我们知道short类型是两个字节 也就是16位 16位 在这我们知道255就是8个1 对不对 所以在类存面积就是0000 000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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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们在这可以用计算器来验证一下 我们在这输入255 然后我们转换成2进制 是不是8个1呢 所以short类型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用一个恰类型来接收它 恰是不是一个字节呢 所以它是不是8位呢 我在这个时候 它也打印出255 是吧 高字节的全部被截取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打印出了255 我们在这注明一下 高字节的类型向低字节转换 会产生截取 也就是高字节的8个0都被舍弃了 然后我们在这儿把这个数稍微改一下 我们把255改成256 大家想想256 它这个结果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在这儿来计算一下 我们把它清零 我们输入10进制256 我们把它转换成2进制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1 8个0 做它类型里面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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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 它仍然会截取 所以大家想想这个时候结果是多少呢 因为高字节的8个0是不是要被舍弃呢 所以它就会得到一个结果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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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出来就是0 我们在这儿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0呢 所以在这257 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多一个1 按照截取的话 是不是高字节全被舍弃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打印出来1 为什么是这个结果呢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高8位是不是被砍掉了呢 因为你在这儿加一个1是不是产生禁位了 比如说8个1加1产生禁位 在这儿多了一个1 所以高8位就被截掉了 这个呢就叫数据溢出 希望大家认真体会 我们在这儿将这个闷函数命名为闷3 我们在这儿就需要得到一个结论 数据转换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数据的极限 否则把大象撕进盒子 会产生溢出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学习一下类型转换中的补码原理 我们在这儿输入 我们将cpp重命名为.c 我们在这儿 include stdio.h 我们在这儿输入voin的man 让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 最下方我们输入get的钱 让他等待一下 我们来了解一下 就是说 把一个占字节较小的数据 复制给一个占字节较大的数据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数据的填充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了解一下 数据的填充是什么情况 我们在这个时候 x等于10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接着 y等于-10 我们这个时候接着shorta 等于x 然后我们接着shortb等于y 我们在这儿输入printful 我们在这儿输入 d 逗号 d 接下来我们输出a的值 输出b的值 大家想这个时候 a和b的值应该是多少呢 毫无悬念 也就是10和-10 对不对 如果把-10改成-1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毫无悬念的 也就是10和-1 它们在类存里面是如何实现的呢 我们都知道恰类型 一个字节八位 那我们大家想想 它在类存里面是如何表示的呢 也就是00001010 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打开计算器验证一下 我们在这输入10进制的10 把它转换成2进制 是不是就是1010呢 前面我们就用0来填充 那我们大家想想 负1呢 负1呢 负1我们在这个时候 负1是不是要用补码呢 首先大家想想 负1的元码是多少 负1的元码 也就是1000 0001 对不对 那么负1的补码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必须先求出负1的返码 我们在这个时候除了符号位以外 1变成0 0变成1 然后我们接下来 求出负1的补码 在这里就是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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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在这要了解到 正数就是元码 负数需要用补码来表示 那么大家想想 同样的 short a等于x 大家想short占几个字节呢 short也就是两个字节 他呢也就是两个字节多少位 两个字节16位 在类存里面 它是如何显示的呢 也就是0000 0000 然后0000 然后0010 然后1010 这个时候是不是short类型呢 然后大家想想 也就是说 如果short类型 的负数我们该怎么来表示呢 大家想想 针对short类型 负1的元码是多少 也就是1000 0000 0000 然后0000 然后0001 对不对 这就是负1的元码 那么大家想想 负1的反码呢 反码也就是第一个符号位不变 然后1变成0 0变成1 所以这就是负1的反码 那么负1的补码呢 也就是我们对反码再加1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输入1111 然后我们在这接着输入1111 然后我们接着输入1111 然后我们再加1 是不是也就是16个1呢 在这个时候大家了解一下 它在类存里面是如何进行转换的呢 我们在这可以看到 首先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数是正数的话 我们在进行填充的时候 也就是根据符号位来填充 这个时候 是不是前8位都填充成0 我们在进行转换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它现在是正数 往前面填充8个0 我们是不是成功了把它填充成了正数呢 也就是说10 显示数的结果仍然是10 对不对 但是负1转换了以后 是不是仍然是负1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接着来看看 我在这是不是根据符号位 又填充了一个负1呢 8个1是代表负1 16个1也是代表负1 他们在进行数据类型转换 是怎么操作呢 也就是根据符号位来填充 所以我们在这可以看到 这里是8个1 我负1转换成负1 我就前面按照符号位来填充成1 大家在这可以看到 它没有符号位 我们在这就用0来填充 在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 有符号的小数据 往有符号的大数据进行转换 可以保证结果的正确 就像老鼠 就像老鼠从小盒子进入大盒子 可以保证老鼠的完整 大数据转小数据会产生截取 小数据转大数据会产生填充 有符号的小数据转有符号的大数据 往往按照符号位来填充 同样的我们在这注明一下 也就是说 无符号小数据转无符号大数据 我们在这输入 ansend char m等于255 然后我们输入分号 ansend int n1等于m 然后我们在这接着输入 int n2等于m 我们在这输入print for 我们在这输入 百分号d 豆号 百分号u 我们在这分别打印 n1 n2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ab往上移 我们把这段代码注释掉 现在我们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显示出正确的结果255 也就是我们在这了解一下 如果ansend 恰类型 按照二进制 是不是直接就是八个1呢 那么大家想想 如果ansend int类型 它在这个时候怎么表示呢 也就是前面都是 如果是inter类型呢 实际上它在这也是一样的 无符号大数据 有符号大数据 都是默认填充为0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可以看到 符号位为0的时候 它就填充0 如果符号位为1的话 就填充1 也就是我们在这可以了解到 要转换的数据没有符号位 就统一填充0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把它注视掉 我们在这恰x等于1 我们接下来再恰 我们在这为了加以区别 我们搞成x1 我们定义x1等于1 定义y1等于-1 unsend int a1等于x1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 接着 unsend int a2等于y1 大家想想 这个时候x1和y1的值是多少呢 我们在这输入2u 逗号2u 我们在这输出a1 a2 我们在这个时候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显示出了1 显示出了4294 967295 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有符号小数据 转换无符号大数据 正数可以保证结果正确 负数按照二进制来解析 不保证结果的正确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1的2进制圆码也就是0000001 在这个时候a1实际上它也是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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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大家想想 y1呢 y1作为-1 它用补码来 负数就用补码来显示 也就是8个1 而在这a2呢 实际上它在这也是按照符号位来表示的 也就是它打印出4294 967295 也就是32个1 大家在这可以看到 它在这填充的也是按照符号位来填充的 也就是说小数据转换大数据的时候会填充 有符号 也是按照符号位来填充 按照小数据的符号位来填充 首先我们在这儿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要理解 百分号的D和百分号的U 它们分别起到什么作用 百分号的D就是按照有符号实际制来输出 百分号的U也就按照无符号实际制来输出 在这儿我们要理解 Int类型和安散Int类型的极限 然后我们要知道 我们使用任何数据必须在极限的范围之内 超过了极限 结果肯定不正确 但是在极限范围之内 就是正确的 越过了极限 这个结果就不正确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明一下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百分号D 百分号U的范围 我们在这儿了解一下极限值 也就是百分号D对应的Int的极限 也就是百分号D对应的安散Int类型的极限 在这儿我们还要了解一下极限范围之内才正确 越过极限不保证正确 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个最为本质的 也就是计算机的本质就是二进制的负值 极限范围之内就是正确的极限范围之外就不保证这个结果的正确 而且呢我们在这儿理解一下 2147483648 如果按照有符号来解析 按照无符号来解析 他们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就像同样的发音够 英文的解析和这个中文的解析是完全不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时候需要了解补马的原理 补马呢也就是你面试亲入式开发是必须要了解 如果你不做亲入式开发 你可以不了解补马的原理 这个就是补马的知识点 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要把补马在这个场合要认真实践 也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 我们如何根据原码求补马 如果根据补马求原码 而且呢我们在这还要了解一下 就是无符号和有符号的区别在哪 有符号第一个是当做符号位 无符号呢全部当做数据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也就是printful的本质 也就是说不管原来的数据是什么类型 我统一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解析 然后在这我们要了解一下 正数和负数的区别 正数是原码 负数是补马 我们要了解一下 针对负数如何根据原码求补马 如何根据补马求原码 这是大家需要记住的 也就是我们在这要了解到 计算机在复值的时候 不管3721就是把二进制值复值过来 他们在这有什么特点呢 极限范围内正确 极限范围外错误 而且我们在这还要记住 只有负数 才有补马的意义 正数 是没有补马的 而且我们还要记住 有符号才有补马 无符号 都是原码 然后我们还要了解一个二进制原理 也就是说数据类型进行转换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数据的极限 否则的话 我们把大象塞进盒子 就会产生溢出 不会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 在这呢 大家了解一下 高字节往低字节转换 会出现什么问题 有符号的小数据 往有符号的大数据转换的时候 可以保证这个结果的正确 就让老鼠从小盒子进入大盒子 可以保证老鼠的完整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点我们要了解 无符号小数据转换大数据的时候 有符号大数据都是默认填充为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无符号小数据转无符号大数据 无符号小数据转无符号大数据 还有有符号大数据都是默认填充为0 要转换的数据没有数据位 都是统一填充为0 它在这呢 也是可以保证数据的完整的 有符号的小数据转无符号的大数据 正数可以保证结果正确 复数按照二进入来解析 不保证这个结果正确 我们在这需要了解它们之间的不同 也就是我们在这来注明一下 在这大家可以看到 有符号的小数据往有符号的大数据转换 结果是正确的 无符号的小数据转无符号的大数和有符号的大数 都是默认填充为0 可以保证结果的正确 有符号的小数据转无符号大数据 正数可以保证结果正确 复数就按照二进入来解析 不保证这个结果的正确 我们在这还要了解一下就是 大数据转小数据会产生截取 小数据转大数据会产生填充 有符号的小数据转 有符号的大数据 往往就按照符号位来填充 符号位为0就填充为0 符号位为1就填充为1 无符号没有符号位就统一填充为0 大家在这需要认真体会 这就是今天的重要的八个知识点